关于亚凯迪亚九九大华帕仔内新开了一家一锅两吃特色干锅 这里的四川酱料非常的有特色 我们现在就要关朋友一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请到老板杨杨来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式干锅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我们现在我和另外一位老板是很喜欢吃干锅类东西的 经过我们研究很多我们把干锅传统的干锅更加改良 让它更健康化更加有营养化 就像我们的锅底都是用三种腿汤熬出来的 非常有营养 然后辣也可以调适 是用锅底辣有调适这个辣味 我们汤底主要是有咖喱味的汤汤的汤底 老汤滋补的三种腿骨汤的汤底 还有就是杏辣麻辣的汤底 还有酸菜白肉的 那是很传统的北方的酸菜白肉 酸菜都是我们自己淹的 外面的东西呢主要是说由锅底来炒 把它炒香 然后在锅底部分有一些非常有营养的青菜 里边的营养搭配我们都很着重 像卡罗胡萝卑啊 青菜啊 莲苞啊 土豆 这些都是有营养搭配的 因为我们是有扎皮的 所以我们为年轻人做派对啊 或者大家喜欢吃一些拌酒的东西 喝饮料的东西 那我们都会有很多拌菜类和这些台湾小吃部分 有盐酥鸡啊炸鱿鱼圈啊都是用我们秘制的酱料来做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特别新鲜当天的东西 滑蕾 鱿鱼滑 还有就是虾滑 这些都是当天早上新鲜做出来的 非常Q 非常滑 一锅两吃除了干锅非常有名之外 还有它的新派糖水也非常的受欢迎 我们今天请到Greg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Greg你好 你好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边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饮料吗 因为我自己是香港人啊 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吃干锅的时候 都觉得很干 很上火 然后我们香港最出名的糖水有几个 红豆沙 绿豆沙 跟羊汁甘露 然后我们做这个呢 每天新鲜寄做的 出来的时候呢 每个人喝下去 然后感觉就是很凉快 很爽 至少一边吃干锅 一边吃这个糖水是最该配的 我们还有自己做的小酒调出来的 因为我们自己呢 我跟另外老板呢 很喜欢在Pasadena那个YBA里面喝这种调酒 然后我们从那边学过来的 我们有六种口味 非常好喝 甜甜的男生女生都适合 老板杨阳特别表示 店里的鸡肉都是每天早上现买的走地黄毛活鸡 并强调所有的食物都是没有放MSG五味精的健康美食 想要吃到健康又美味 营养又卫生的创新干锅吗 那就千万不能做过Acadia新开的一锅两吃哦 中望电视 采访报导 吃到 吃到